想問一下因為今天趙召康有提到說柯文的自己選民調公司公信力就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說民進黨有質疑說柯正寅這邊急於丟出三分民調是不是背後有中共介入選舉這樣 我先回答民進黨這一題好了 就是說民進黨好像覺得中共是他們的最佳助選員 不管是什麼樣的議題只要扯中共出來就可以把整個事情都模糊了焦點 而且可以說是邏輯錯亂到極致到底他的指控的依據為何其實我們也聽不懂也看不懂 那麼只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民進黨似乎是非常地了解中共的一舉一動 恐怕他跟中共之間才有一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第二個是針對這個趙少康先生他所提出的 所謂柯文哲自己委託這三家民意調查公司 所以呢這可能不單純或者是說可能會有操縱的這個疑慮 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這三家民意調查公司 他們原本如何取樣如何統計 我們就按照他們原本專業的方式來進行抽樣統計 並且產出了這樣子的報告以招公信 所以當中完全沒有任何的操作 但也不能說是因為有我們所委託的就比較不可信 如果是國民黨委託的就比較可信 如果有這樣子的預設的話 很多事情就沒有辦法進行討論了 到這一點 我們會負責你 我們會負責你可以負責